争夺遗产之战大房惨败 何超穷完胜早成定局 4月20日 厂房次女何超贤增加遗产管理人败诉 且需要接受何超穷的委任建议 也就是意味着何家大事已经全然掌握在何超穷的手中 2020年一代独王落下了帷幕 而据透露何鸿燊只是将资产进行了分配 并没有立下遗嘱 遗产管理人更是没有指定 这时何家经过商议 一众同意推举能力最强的何超穷为管理人 对于这一做法 三房四房都没有意见 掌房中的三女何超穷也并不反对 而一直默默无闻的掌房次女何超贤却站了出来 他先是对遗产数目进行了反驳 称何鸿燊的海外资产有110亿港币 而何超穷却坚称只有17.2亿港币 不过理清遗产数额只是前行 增加遗产管理人才是最终的目的 为了不让何超穷一家独大 他提出要在管理人里添加一位信任的人 但如今却也终究以败诉告终 其实这也在意料之中 先不说何超穷能力摆在那 就连一亩同胎的妹妹何超贤都能与其闹到对付公堂 还要靠着联合四方梁安琪来压制何超穷 光从这一点来看 何超贤在此次遗产大战中就已经落下了下风 即便让曾经与自己不对付的何超穷成为继承人 也不愿待见掌房次女何超贤 这其中有何隐情 当年的林婉华作为名门贵族出身的大小姐 风风光光地嫁入何家 却殊不知是一生悲剧的开始 自己本就重病缠身 儿子和儿媳更是车祸身死他乡 大女儿何超英也颇受精神折磨 大房一卖就只剩下了何超雄和何超贤两女 而是在这关键时刻 何超贤却跑到了国外潇洒 甚至和国外的丈夫做起了生意 对于家中知识 更是全然不顾哥哥和穷龙留下的两个儿子 也交给了何超雄照顾 为此何超雄一直未嫁 本以为俩姐妹会相互扶持 却没有想到窝里都让他防看笑话 林婉华在去世之时留下了一套房产 这本应该属于四位死女的共同财产 何超贤却想着独自占有 何超雄虽然并不看重名利 但何超贤全然不顾及一点亲情 也着实让何超雄寒了心 一气之下将何超贤告上了法庭 自此之后 两姐妹彻底反目成仇 何超贤也一直久居国外 而在何鸿燊逝世之后 为了分一杯羹的何超贤 火速回国 曾经两耳不闻家世的何超贤 现在却开始高调争产 究其原因还是其手中有子 正是中归是正是 即便大房这边逐渐的没落 但是何鸿燊唯一一位明谋正娶的妻子 和其他房的地位终究不同 何超贤心中自然也对涨房的底气 除此之外 四房太太17个子女 庞大的家族中 有后代的男丁却寥寥无几 唯独大房和四房这边还尚有难定 虽然何超贤所生的是外孙 但在何家这边也是极为的看重 再加上西梦瑶和何囚军所生的孙子 虽然当时的何鸿燊一度昏迷状态 但这个孙子不仅让他们获得了一套30亿的豪宅 未来也是后顾无忧 也许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何超贤才会找上梁安琪 李宛华在世时还与四房还不算交恶 甚至他的葬礼还是四房一手经办 四房这边更是帮着何超贤 抢回了一套价值武艺的豪宅 因此两人联盟也是无可厚非 至于当初的何超贤一出事就跑去了国外 现在看起来也并不是对家产并无二心 只是为了明哲保身罢了 如今一切也已经尘埃落定 纵观二房一脉 何超穷成为了名正言税的何家掌托人 曾经何红身立足的二房一家独大 现在还是无可避免 再看三房四房这边 何超穷这位当家人早已经深入人心 为了自己子女以后的发展 权衡利弊之下 自然会选择了支持何超穷 而大房这点 从母亲李宛华再到女儿何超贤 在何家确实没有占到多大的好处 大房这一脉也确实令人叹息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